南美国家厄瓜多又有政治人物不幸遇刺 这一次的受害者是厄瓜多史上最年轻的市长 年仅27岁的顺维森特市长贾西亚 24号被发现城市在车内 而市政府的通讯主管也和他一起遇害 那警方表示说呢 两个人被发现的时候身上都有枪伤 而且这休闲疑似还是从车内来开枪的 好那么厄瓜多自从1月 有一名犯罪集团的首领越狱以来 国内暴力事件是越来越多 那么厄瓜多总统也在当时 宣布全国要进入紧急的状态 到现在都还没有解除 哈喽 我是庄宇杰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